让民众重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50到70年代 美术系学生的艺术辉煌成就 亚大现代美术馆规划了一档1947古亭庄联展 展出38位艺术家总共80件的作品 包含有油画、水墨、胶材等等 不仅重现艺术家如何突破当时保守的社会以及制度 挑战各种没才的可能性 既有创新的思维 在台湾近代的美术发展 也引发艺术的新波兰 一条条的明信片从天花板垂下 上面画满各种组成台湾岛屿的图案 随着寄出的时空背景 融入不同的意象 将思念台湾的感受 用画笔创作成明信片 取名为台湾家书 选出1200张展出 期盼大家能够找回书写的温度 我有感受到现在人基本上已经不在书写 书信 所以我把它定位到台湾家书 就从世界各地寄回来 从2007年到现在大概寄了3000多张 因为每一张明信片的背后就有邮票 就有邮戳 就有时间地点 然后记录了当时的 这些跟周边的人的一些事件活动 那我想这个就是跨越时空 穿梭人间的一个最好的见证 是一种文献式的 然后长期记录 那这边总共展出1200张 亚大圣南美术馆规划党1947古亭庄联展 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50到70年代 美术系师生的艺术辉煌成就为主轴 展出38位艺术家 总共80件作品 包含油画、水墨、板画、胶材等 呈现丰硕的艺术历史脉络 台湾的艺术几乎有三四十年 都是四大美术系 因为他们不只是做纯创作 从油彩、水彩、胶材、水墨、板画都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四大美术系 从早期到目前 他们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引领 变成了甚至是台湾美术史上 最重要的一个主流系统 以特殊的画色呈现 这件墨色画作品凝固的呐喊 是台师大五月画社会成员之一的 韩湘宁老师的创作 透过展览重现 艺术家如何突破当时保守的社会及制度 挑战各种美财的可能性 只有创新的思维 在台湾近代的美术发展 引领艺术的新波澜 接下来 台中厂报导